在红米的发布会上 除了Note8系列的手机以外 红米还带来了Redmi首款电视产品 Redmi红米电视70英寸 红米电视首款产品采用70英寸4KP设计 钢琴烤气质感冰框 加磨砂金属供应底座 配置方面采用Mlogic第6代画质引擎 搭配10余项画质增强技术 独立仓体银箱 搭载4核64位处理器 2GB加16GB容量存储 配备2.4G、5G、双频WiFi 值得一提的是Redmi红米电视70英寸 无需通过HDMI接口 国界笔记本电脑 有用盘即可会议 可用遥控器翻页 还支持无线投屏 除此之外 还有Redmi Book 14增强版亮相 提供深空灰、弱血粉、月光银 三种配色 核心配置上 Redmi Book 14 采用14英寸全高清防眩光屏 搭载第10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最高配备i7-10510U处理器 Redmi Book 14增强版 搭载NVIDIA GeForce MX250独立显卡 配合RGB GDDR5高速显存 对比机身显卡性能提升至3.5倍 可唱完主流网游 运用出色的视频编辑性能 续航方面 Redmi Book 14增强版 可提供长达10小时的续航时间 同时支持快充技术 35分钟即可充至50% 提供无优续航保障 价格方面 Redmi红米定式70英寸 价格为3799元起 而Redmi Book 14增强版 i5 MX250 8GB加256GB版 售价3999元 i5 MX250 8GB加512GB版 售价4499元 i7 MX250 8GB加512GB版 售价4999元 好了 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的资讯 就在智能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 售容中测评品档 免费收新机库品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